这场比赛可不一样 由于这个滑水道太窄了 所以要比赛还要比技巧 如何甩尾跟汽车一样甩得好 就能够得第一 这根本叫做特技龙舟 在广州南海举行的滑龙舟比赛 由于河道窄小只有几公尺宽 加上蜿蜒不绝的弯道 成为参赛选手的一大考验 滑船手既没有减速也没有减力 快速过弯摆脱离心力 就像是滑船版的汽车甩尾 这种滑船甩尾的特技 得靠前方的舵手把船带进弯道 后方的舵手则使劲滑向另外一个方向 加上全体滑船手的速度配合 才能够快很准地过弯 争取好成绩 但并不是每一支参赛的滑船队伍 都能够拥有这种水上甩尾的好身手 电影完命关头 靠着惊险刺激的汽车甩尾 全球票房拉长红 而这场滑龙桌比赛 也靠着划船摔尾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记者综合报道